前两天我们曾给大家介绍过长城注册了两款商标 分别是坦克600和坦克900 这两辆车定位是中大型和全尺寸的硬派越野 而这其中坦克600是中大型的 尺寸可能会与哈佛的H9差不多 近日一辆疑似坦克600的试装车被拍到了 从叠照来看这辆伪装车的造型与坦克300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车身明显进行了加长 加长的部分集中在了B柱和C柱之间 因为坦克300的车身长度也已经达到了4760毫米 那么这辆加长版的车型长度应该在4.9米左右 这就很符合坦克600的定位 而且根据魏派、VV5、VV6、VV7等车型的外观来推断 坦克600很有可能会沿用300的基本外观 当然也不排除这是一辆套壳的试装车 如果坦克600未来能有更新的造型 或许还可以带来更多的惊喜 至于说越野配置方面 我们不太需要担心 毕竟由哈佛维持9和坦克300为基础 坦克600的越野能力肯定不会差 动力方面预计2.0T应该是基础版本 大概率会有3.0T加纵致9AT的总成 据悉3.0T的功率会达到260千瓦 如果你觉得坦克300太小 又不太想买哈佛维持9 那么可以等一等坦克600 估计它的亮相也不会太久